這個就是村 這個是什麼橋呢 這個是定橋 師傅 這個不是村橋嗎 你這樣問真的很難答 通常一般我們這樣叫村橋 我們其實就是 十二支橋我們講過 講了幾個橋手的變化 亦都講了村橋為首 其實什麼叫定橋 我們講到定 通常一般我們就會定金橋 這樣就定了 其實是不是定金橋就是定呢 定金橋就是講這個橋手的堅定 以及用勁的方式 定給我們感覺上就很硬正 其實就是 是不是只是硬正呢 你覺得 所以定橋會不會就是剛徑呢 就是剛那種的用法和剛徑配合 是 但是定橋就給人感覺上 純粹就是練剛徑那樣 沒有什麼特別用處 這個字訣都幾難理解 看看你是怎樣看 如果是狹藝這樣看的 當然這個就是定金橋 是不是 就定了 就像你剛才的問題那裡我們研究一下 其實呢 定我們經常講 你剛才講的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金橋 當然是堅,堅硬 金就堅硬 但是 江中無柔 就不為堅 柔呂有江就攻不破 那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其實定是否還沒有一個 死硬我就找一隻手在那裡 過來吧,我是很硬的了 一隻手定在那裡不動的了 那你想一下如果我是這樣 我這個是那個什麼勢 給你打硬吧 很吃虧吧 如果我的手是這樣的 我這樣 是不是 那我的人 最簡單的 經常講 身力以過,舊力未緩 我的手太硬的時候 是不是 那我就定了在那裡 那是不是 定橋就沒有用了 如果是這樣 是吧 好了 那如果我的手這麼硬 另一個問題就是 我這麼硬 你就可以拖我 是不是 那我是不是整個給你 因為我整個人都硬了 整個人僵硬的時候 一拖 是不是整個人被你拉動了 因為我鎖了自己 所以定橋就沒有意思 那師傅 既然江中無柔 就不行的 那那個定橋 怎麼油化它呢 是的 那其實定橋 最重要是告訴我們 我們的橋手 是要 心法 和整體要是定 心定 心定 是的 定在有隙 自己的破綻 以及別人的納隙 納隙 是的,你這個人定 怎樣能夠找到別人的破綻 最重要是這件事 所以你的手 我們說出手不回 隨手去 你的手 出了去 然後怎樣呢 舉一些實質上的例子 好嗎 好 譬如我們公子復虎 我們有三洗臉 有三洗臉 好,我們用這裡去講一下定橋 好 還有其他的 舉一下其他例子 我們先用這個 我的手 洗 我的手入穿 這下第一爪 第一爪就是 其實我一手有三爪 一手三爪 不是這樣的三爪 而是我出手 二、三、三爪 就是當你入手 其實我的手 苦爪是想穿進來打你 你同時也有機會穿進來打 好了 所以我後衛就要補手 同樣你也有後衛的 大家都有兩個手 那你是不是要補這個手 然後拍下我這隻 這就是第二爪 那你會發覺我 現在這個攻勢 是不是定在這個位置 針對著這個位置來打 那這個也是 戰術上橋的定 所以我們的手 不是打出去然後 打出去然後收 你是隻手 他如果隻手 不是在這個位置 你不需要根據編排去打 其實學拳 不是死背編排 學拳其實就是講 當他不是這樣來的時候 就已經會產生什麼的後果呢 拳是沒有講的 這些是漏白的 譬如你又試一下 不擋我的那隻爪 你不擋 行不行 我捏著你喉嚨 是吧 這樣捏喉嚨 沒錯 如果你搏脫 我捏喉嚨會怎樣 真的用指爪扣下去 這裡不講了 這裡 怎樣去鎖喉 怎樣去那些位置 我們在這裡不講了 這裡已經正所謂 鎖頸就命了 那些人就會說 喂鎖著喉嚨 那怎麼辦 收喉嚨吧 是不是收喉嚨就沒事了 是不是 好了 收喉嚨 看到嗎 這一下 我不是在你中心這裡一印嗎 那我一拿 這裡中心一印 然後鎖 提橋就拿一眼蛇形 好了 這要三下 好了 看著 這裡 是不是 那我已經在龍門口 是不是隨時入球 那你還需不需要轉彎抹角 都不需要轉彎抹角 你不需要去找他的手 他的手會自動牽身 因為你是指著什麼 他的要害 所以這個你就會體會到 紅拳裡面的 丁串堤 是 三樣東西 是不是 在這裡我們已經有三樣東西 這個就是定 我定就是說 你不在這裡來的 就打你 是不是 打完這裡 是不是這個就是串徑 串橋 這個呢 都是串 但是提串 這個就是提串 這個就是串 這個就是提起來串 是不是 我這個用的方式是什麼 定 現在 用這個基本 我們經常都打那個 這三種 對 去解釋一下什麼叫定 所以不一定是那個定 明白 老師傅 我們想問提串 剛才提串 或者提串 就是把手的勁化開 提串很多時候 感覺上都是輔助性質 是不是就沒有一個 叫做主功 或者叫做實質作用 提串很重要的 其實提呢 很多時候我們說倒提壺 鐵線拳也有 甲木槌 甲木槌也有提 不如 我們集中說回 剛才那個提 好嗎 剛才那個提 譬如我現在的手 我拿 剛才我捏了 拿你了 接著我打了 你的手是不是會向上撐 這個也是提 就是我順利的力 一提 提起 再下 這些就是你打鐵線 和五營、十營裡面的提 化軟掌 你是怎樣 不會跟它頂勁的 是 是不是 我一起就提 你可以打我 那就可以下來了 是嗎 就是下來了 是嗎 就是下來了 頂 頂著那個位置 打不打你 我決定 串 就是這裡 這個就是提 所以提 你引申到就是說 當你的手遇到力量 頂 這個就是提 就是射型 入營 如果我入營的 射 這個就是在題裡面 再發展到一個入營的狀態 這些我們不說營 我們說回十二之橋 就是這樣 所以入營的時間 拿 這裡 是不是 這裡就拿了 是不是 接著 射 還有這隻瓣鏟頭在上面 是不是 這樣可以 這裡再下來了 所以 現在我只說 上三路 中上路 下路 不說 其實橋 就不只是說對手 其實是說整體 所以千萬不要 我們練手 不是 其實你沒有了腰馬 莊的配合 你怎麼會發揮到橋的威力 我想問 串除了代表串勁之外 還有沒有別的意思 分寸 分寸 對了 那撩固 納固在什麼 分寸之間 就是問題 解決問題其實都是分寸之間 出手有分寸 如果你沒有分寸 那就打死人 打傷人 那怎麼辦呢 你要出手 我們說一膽二力 三功夫 四打分寸 同時間你發勁的寸 剛才我們所說 譬如我們出手 我的手明明想穿進來 明明想我現在一直到黃龍的 好了 但是你的手阻住我 而你的功力又很深 那這個我用為寸 是吧 寸 寸 發這個寸勁 這個就是定 一定 我不定了 接著再出標誌 那就是定金橋裡面的 定 寸 是不是 你推起我的手 這個就看 再下 這裏就是分橋 是不是 我拍來 這裏就是分 這個題和分 分開了兩條路 這個就是寸 那同時間寸就是 你在那個 勁力上掌握的寸 不一定是打去這個勁的 譬如我 好了 遙龍汽水 譬如我一張標誌打出來 那你一拿我的手 那這個就是寸 是不是 你拖得我拍的 你看到我馬步 是不是手行蛇影 是不是蛇 就是龍行勢 這個你一拿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搖 這隻眼 所以你會在虎鶴雙形裡面 一二 為什麼會搖三下 就是這個 剛才我們做了 這個也是寸 但是同時間 你看到我的技法 是用什麼 用定著 你看到我的橋是定的 是不是定在有什麼 定在有隙 定在有隙 這個就是你的納隙 這個就是你的納隙 我不需要去找你的手 我找你的破綻就可以了 不需要跟它打這些 方式就是這樣 總之 遇空則入 這個就是 武學上面一個很重要的要決 所以不是死記裡面的東西 你要知道邏輯而已 OK 所以首先要人定心定 其他技法才能夠使用出來 是的 所以我們要做到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練四平大馬 棄定 棄定 要各人做到棄定 謝謝師傅 要把這個 怎麼… 進來 啥 在運寬 board